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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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喜欢大自然 从这边呢 我可以寻找到 我所要的东西 当我每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会聆听 周围的树木 我都会聆听 挂起大风 下雨 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 这些东西呢 能够启发我 创作 新的 灵感 你要用 你的心情 你的能量 去把它 做出你样的东西 不要让 泥土去控制你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陶瓷 我觉得做陶 不需要特意地去 做到很完整 有时候就是缺陷你 歪曲的那种感觉 那个是很难达到的 我本身的作品 是一种 传达的一种信息 让人家有一个 空间去想象 这件雕塑品 要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 做陶瓷的一些理念 柴肴 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造法 现在年轻一代都很少接触到柴肴 柴肴 这种的美 都是去大自然 它的美 就是你才能去形容 我非常之爱柴肴 因为每次都是给我一种 惊喜 每次烧出来的作品都不一样 这是最奥妙的 我做陶瓷的时候呢 我做陶瓷的时候呢 就是我全新的投入 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去想 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纯粹就是 一股热能 去创作 我心里要不要咬的东西 这是非常自然的那种感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